醫管局表示死亡率對比在外國來說仍然不算差 近期比較多人離世 是因為這波疫情比較多長者感染 第二波四月那時候 通常都是外地回來的學生 整體年齡層其實是很不同 如果今次是多一些老人家的 有一些慢性疾病 令到他感染之後 引起併發症的機會又會高一些 整體看回我們這麼久以來 三千多個確診病人 我們的死亡率大概是0.9%左右 如果跟外國比其實都不算太過差